在國家安全的執法方面 警隊的國家安全處 至今拘捕了107人 亦都已經檢控了57人 第一宗的危害國家安全案件 已經在高等法院展開了法律程序 並將會在6月23號進行審訊 涉及的罪行是煽動分裂國家罪 恐怖活動罪 以及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罪 這一宗是重要的案件 值得我們留意 香港國安法在實施以來 社會的暴力罪行銳減 鼓吹港獨的行為大為收斂 社會已經回復正常運作 市民不需要再因為暴力和安全 探驚受怕 但相關的風險仍然存在 所以我們不能夠調以輕心 警方會繼續揭力維護國家安全 積極打擊這些非法行為 會果斷執法 我們亦都會不斷檢視香港的安全風險 防範相關的罪行和暴力死灰復燃 P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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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